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口 我是舒燕 我们分享的是最新最传最硬的设计自尊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Office Design 因为上次我那个影片出来了 很好的feedback 也有很多朋友推荐我出的commercial风水之外 还有没有一些office供水啊 所以这次谢谢马斯·舒燕安排了一间office的风水 话不多说,现在马上去看 Let's go OK,这里就是office的4月 这个SQB,这个不是我懂,它是一个consulted公司 它就是帮中小企业转型成一个fanchise的公司 讲到这里的风水呢,它有颜色啊,有招牌啦 像我知道一个公司招牌和颜色 4月是不要看顾客来的嘛,很重要 可以留意大家吗 OK好,那for商业风水呢 有三大重点,第一就是招牌 第二呢就是它的大门 OK,它的大门很重要 因为来说嘛,之前的上一集我说过 大门就好像一个嘴巴收气进来的 那第三个重点就是老板的位置 然后这问题是,这是corporate building 门口已经statusize 了 要去载卡大一点 对啦,哇,你很会问问题啊,真的 所以呢,在大门那边 就好像你说的,corporate office的大门已经fix了的 那我们就要用什么东西呢? 用招牌 我们可以用招牌的方式呢,吸引气进来 很庆幸的,这一间公司的老板呢 他呢,在还没有搬office 之前 他已经请我去选最好的愿意了 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 我不要好像你选了一个位置才来找master 所以那时可能就要改很多了 要看office的时候,视线就要和master一起去选位置比较好 是的,我们要去选,去选一间好的lot 然后再来做内局的布局 所以这个office呢,是我在很多个unit里面筛选中的 所以在这里呢,有两个重点 第一,我选中的大门呢,它具备了当旺之期 一旺给旺,二十年更重要 啊,ok 然后呢,我也选中了这个unit呢 我要make sure它能够收到外名堂的能量 ok 那因为它目前的门头的外名堂呢 有一点点的窄,不够大 所以呢,我就借用了它的招牌 ok,它的招牌来收器 因为它的招牌刚好对着很长的走廊 怪不得我看到走廊进来 所以就看到那个招牌给它吸进来了 对啦,对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刚才讲中的这两大重点 第一,如何的运用招牌来纳器 第二,就是如何把这个大门呢 放在能够收到旺期的地方 一旺就旺几十年 这样子 Massar Suya 我看到这个招牌是Foyer 但是也延伸到我后面这里这么多讲 像它的news啊,它的history啊 就是Foyer越大越好啊 ok,好 这个呢,就是说大门进来 椅内的部分呢,我们叫做玄关 也叫做内名堂 所以一间office呢 有一个内名堂呢 它也顺便跟你聚气 聚气可以帮助你 又是招财咯 记得做生意就是要招财嘛 有时候的公司不一定 把它的Foyer做这么大 有时候小小 而且有些公司根本没有 所以Foyer是很重要的,对吗? 对对 这是一点 你需要牺牲一点点的空间 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才能够把那个气纳进来的之后 停留一下 停留了它才能够旋转 不然的话 你一开门啊,就好像 哇,一下子 好像不太轻松感的感觉 所以就不好 哇,原来悬光这个Foyer 这么重要 这样有什么问题啊 悬光receptionist 需不需要人站在这里呢? 那是不需要的 OK 看你的business type 如果你的business type 需要receptionist 你才棒 不然的话 诶,这样子good enough 去收气,纳气了 第三,老板的房间 对,第三个重点啊 老板的房间一定要在对的位置 在旺的位置 OK 还有它里面如何摆的格局 看一下 以我所知道啊 老板的房间 肯定就是要看着它的 喜神八戟啊 才会在哪里 是吗? 对的 所以呢 这一个位置呢 我们一定要量一下它的方向 测量方向 match into 坐在这边人的死神八字 那一定要向方啊 我们要看坐着的向方呢 是它的喜用方向 OK 一个人呢有四个喜用方向 所以你有四个choices 所以很容易不及的 不用担心 通常我们做设计 最美的风景 就是留给老板啊 嗯 而这个办公司它的风景就在那边 玻璃窗 但是老板坐在这里 原来有这个原因的 是我们要顾虑 好的位置 还有它的个人的方向的布局 不过你这样子讲啊 其实也是对的 通常为什么要放在玻璃的旁边 风景美的房间呢 因为那个老板要有这种 君临天下的这种感觉 那个气势 所以这个位置呢 我们布局到也是呢 有这种君临天下的那种感觉 因为什么呢 他坐在这个位置 其实也是眼光四方 所以也是有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除了这些以外 因为我看过很多老板的背后墙 就是有一个 bookshelf啊 放了一个树本啊 或者是一些 structure的东西 这样你考来是不好 你真正是讲中 commonly make mistake 基本上 老板的位置的后面 我们就说坐着的后面呢 我们尽量保持整齐 尽量保持整齐 你可以放一幅图画 你也可以放bookshelf 但是你的bookshelf 一定要是有关起来门的那种 关起来 不能看到那种树啊 structure啊 啊对 因为我们的座位的后方 我们叫做坐山 可以也所谓的靠山 对对对 那你想一想啊 你的靠山如果是四方平稳的话 是不是比较好靠 如果你后面的靠山啊 放了一大堆东西 你怎么靠呢 上次我们看restaurant cash很重要 这样office account也是很重要 当然重要 我们这个account的位置 一定要把它放在呢 有招财 旺财 催财的一个方位里面 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 我有一个顾客 他的account room 本来就是放在很好的地方了的 就是招财旺财的 是一个催财的一个位置 但是在某一年啊 突然之间漏水 那你想漏水哪里呢 Aircon漏水 所以Aircon漏水 他们没有去这种提防心 说一定要马上把它装修好哦 过后 在那一个月份 在那个漏水的那个月份 真的公司亏钱 公司亏钱 然后很多赖账 很多人不还钱 所以就一直追 一直追 然后他们就问我咯 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问account的位置 是有做了一些装修之类的 然后他就跟我说 因为是漏水 我叫他马上pick好了 过后 钱竟然顺顺利利的 人家主动还钱 这个这么的重要 叫我来介绍一个用好的Aircon品牌 问我啦 OK 其实有没有启动这个风水呢 最明显的感觉就是 你看看我后面的白板 我们启动风水一个月过后呢 一幅白板就写了满了 现在准备写第二幅 也准备要写满了 所以呢其实 甚至连我的马来的员工都觉得 没有男朋友的都找到男朋友 家庭很开心 所以他们也认为这个风水做得很好 所以其实我觉得风水不是迷信 它是一种启动能量 那你能够在一个正能量 很有奥的这个环境里面的做工 所以相对的你的工作效益 你的信心度都会增加 所以这是我启动的这个老师 这个风水布局过后呢 深深的这个感触 当然一个office的风水不一定是这样的 我认识的master属员 他就非常的人性化 就基于你的性格啊 你的business 这个很重要 你的business的model 他会根据你的business model 帮你去布局 好了我的影片到这里有结束过 大家对office风水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在我下方留言 直接PM我 再加上这次你们好运啦 因为这次master属员 会为你们选两个信业 PM我你的detail还有商业性质 我们选两位信业 帮你免费咨询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点赞 留言 分享 再见 拜拜